中文字幕——YK 莫过于面包车 冰淇淋车 还有流动图书馆 国内流动图书馆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初 即使来到了电子书和数码图书馆逐渐普及化的今天 流动图书馆依旧在国人心中占有一席之位 2019年诞生的嘉宣会本故事车 更是许多小朋友的移动城堡 会本故事车的名字嘉宣 来自创办人曾子轩和胡佳玉两夫妇的名字 在故事车成立以前 胡佳玉在正规的幼教体系服务了十五年 在多年的教学经验中 她意识到许多的小朋友 都是在求学期间失去阅读和学习的兴趣 于是她转而投身会本教育的推广事业 因为她在教学的过程中发现 以图为主的绘本 比课本更能吸引小朋友的注意 开启他们阅读和学习的兴趣 大家可能对于绘本会说 绘本就图大大 不少少这样子 可能价钱也不便宜这样子 那为什么还是会是绘本呢 其实优质的绘本呢 会让小朋友是爱不释手的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绘本呢其实她的插图非常会有魅力 一般的插图老师就是在创作这个绘本的过程里面 他们的插图是有隐藏了很多很多的讯息 所以她不只能只有文字去叙述一个故事 她是会配合这个插图的 所以有时候小朋友去看绘本的时候 他们大部分都会往看图的那一块去 所以当我发现我的学生我的孩子去看绘本的时候 他能发现一些我没发现的点 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 为了到不同的州属推广绘本教育 他们启动了绘本阅读列车环马行社区回馈计划 并且打造了这一辆家宣绘本故事车 这个有着活泼鲜艳外观的流动绘本馆 每一次出动都会带上上百本的绘本 就一般上可能我们看到的图书馆都是学校啊 或者是民办的一些图书馆 那把图书馆放到去一个流动的一个车子上 当然大家会非常的很很很新奇 会觉得哇怎么会会是这样子 尤其是小朋友 为什么会有车的这个念头呢 因为过去呢我和子萱啊 都是会到不同的州属或者区域去办一些绘本活动 那我们发现呢 有很多偏乡的地区的家长还有小朋友 其实他们都没有太知道什么是绘本 所以我们要往这一块再继续前进的话 那可是我们又希望说我们能带更多的绘本 让这些小朋友和家长去去阅读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只有一样小小的私家车 也没有足够的一个一个一个空间 能带这么多书过去的时候呢 后来我们就想了通过一个众筹的计划 我们就改装了这个Futrack 做成了流动绘本书馆 那一般上Futrack是放那个那些厨啊 车的周边举办绘本故事会 你们有听过教师唱歌吗 没有啊 没有啊 好厉害哦 请问你在这个绘本上你有看到了些什么东西呀 请问你在这个绘本上看到什么东西 看了 一颗一颗来不着急 绘本教育其实它的最主要的切入也是通过去给小朋友讲故事 从故事的那一个方面去切入带领小朋友去学习的 所以每当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有这个绘本故事的环节 那我就是负责讲故事的那个老师 所以当我们跟小朋友一起在讲故事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每个小朋友都会喜欢听故事的 所以我们从故事的开始 然后呢让小朋友去进入我们想要带他们去的 比如说他可能想要了解一些关于一些文化啊 关于一些那个产品的制作啊 我们是通过讲故事的环节去开启他们的兴趣 还有还有他们的那个就是去好奇到底这个故事下面会发现什么事情这样子 绘本教育不仅需要老师的参与 父母的参与也非常重要 亲子共读不仅是父母给孩子分享读书乐趣的过程 它也可以是父母了解孩子的一个桥梁 亲子共读跟我们做那个私生共读其实还是有差别的 那亲子共读主要是说去爸爸妈妈和那个宝贝呢 通过绘本去连接互相的连接他们的亲子关系 它是一个桥梁 所以当爸爸妈妈和小朋友在做亲子共读的时候 他唯一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是促进这个亲子关系 所以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的亲子阅读的话 小朋友对书这一块不会觉得乏味 反而他很喜欢去翻书 慢慢的我们就会去观察到底我的孩子是喜欢哪一种类型的绘本 是喜欢动物型的还是科学型的还是一些那个 比如说那种比较童话型的 所以我们可以从中去发现孩子的那个兴趣 然后我们可以往这一块去让孩子去接触更多不同的绘本 2022年5月14日 绘本故事车来到了雪兰儿浦种昆虫天堂农场的亲子市集 琳琳满目的绘本很快就吸引到家长和小朋友的注意力 我首先来到这里我也不懂这是一辆车 我是来看书本 但看看了过后就这个就介绍了我说这个是图书馆 先说有小朋友 所以他就所介绍我把我小朋友带进去看 这样好了我就给他们进去看 因为里面很多书他们都会很喜欢 希望他们有主办多一点这样的故事车的活动 都可以给更多小朋友认识更多书 绘本故事车的成立 让绘本的魅力开始在全国各地传播开来 也让那些身在偏远地区 资源有限的师长和小朋友 感受到阅读绘本的喜悦 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在办会本馆这样子的 大家就在自己的一个区域里面办 那我们这个绘本流动故事车的这个方式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到不同的角落去散发这个阅读的种子 希望更多的家庭可以加入这个幸福共读的行列 老师们也可以在教学上可以使用绘本教学的模式 带给他的学生这样子 我希望更多的人会认同绘本教育 虽然这个带轮子的绘本馆 让绘本的魅力跨越了地理的界限和资源的限制 不过曾子轩和胡佳运也意识到 绘本教育的推动不能只是往广处去发展 他们还得往深处去发展 于是他们又在吉隆坡的甲洞 筑起了全新的绘本天地 下一集让家轩会本部制收的另外一位创办人 曾子轩带我们一起了解这块新天地吧 前线视窗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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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